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之前真的很开心 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恩宠 因为是一个这么特别的礼物 我自己都会觉得需要准备一下 但怎样准备呢 我觉得到最后真的很重要 在这一段日子里面 就是那个祈祷 还有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说 他们说我们真的要成为 一个识得祈祷 或者是常常祈祷的人 我觉得在这个主教会议里面 这真是一个重点 在祈祷当中 我们一起聆听圣神 虽然我们都要去付出 都要去分享我们自己的感受 我们的反省 甚至在神学的角度 去看一些问题 但到最后 我觉得的重点是 大家都付出之后 其实不是去告诉教会 我们应该怎么做 而是反过来 就是要去听 我们明白了 其实圣神给了些什么讯息 给我们 我们应该怎么去做 其实我觉得女性的临在 是可以令到大家的关系 是有一点不同的 因为女性来说 譬如或者 她们会比较感性 她们会在那个思维上 其实真的跟男性 是有点不同的 在我们的一些讨论当中 你会发觉 当和很多的书记主教 他们一起去反思一件事的时候 都会很多时候 会用一些神厚的角度 在我们的信仰的角度 但很多时候 很多的女性 都会落到一个生活的层面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因为那个 其实就是平信徒的层面 那个也是我们教会 可以说是玛利亚的轮廓 我觉得大家那份的临在 和是来自全世界很不同的地方 比如昨天我遇到一个 她其实是在太平洋岛 其中一个岛来的 她自己都说 其实我都没有什么 怎么说呢 不是说有很多学识 又不是在神学上 有很多的培育 但是在她们的教区 她们经常都跟她说 她说 我们是很娇慕的 因为你是我们这个岛上 第一个女性去参加 世界主教代表会议 她们的神长 就只是鼓励她 她说 其实你什么都不需要去想 不需要想 你其实你 有没有这样的能力 或者有没有这样的准备 她说你只需要去做自己 她是一个已婚的一位女士 我亦都见到 比如在乌克兰 有另外一个很年轻的女士 她都有两个小孩 她们都将她留在家 然后来参加一个月的大会 其实真的不是很容易 但是你会见到那份的热切 那份的喜乐 其实都真的令我很感动 还有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 那个女性的林哉 其实很多时候 给我的自己的形象 就好像当时 玛利亚和所有的中途一齐 就是耶稣復活了之后 教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就好像今时今日 其实教会 都在遇到很多的挑战 譬如就算是我们现在 这个世界主教代表会议 我们都知道 其实周围全世界 都发生着很多的战乱 尤其是最近 都会每一天都会听到 在巴勒斯坦 以及在以色列 大家都会为这种祈祷 教宗也带领我们 去为那些难民 在他们来欧洲的时候 很多人都在海上 他们会遇到的 你会见到 其实教会就是这样 我们不是一个国际性会议 而是你会觉得 教会就好像 跟耶稣一齐一样 在那个船上 但是是在大风浪里面 我们是要真的去坚信 然后其实是真的 有耶稣去领导教会 而我们需要跟祂一齐去前进 我觉得女性的林哉 当中也有一些是神学家 我觉得那份交流 其实真的很丰富 因为互相那份 就是那个 体液的角度的不同 其实是将大家的 视野都是打开的 这次的主教会议的特色是什么呢 是真的来自全世界 其实在讲到 譬如性取向 或者是同性戀 或者是同性婚姻 这些事 其实你会觉得 不同的大洲 他们的着重点是不同的 因为有时 譬如非洲 我们会听到更加多 就是关于一夫妻妻 一个已经是归衣的人 如何去处理 他已经有的太太 或者是子女 而亚洲 我想在这方面 其实我们的讨论 重点未必在那里 亚洲反而的重点 我觉得其实在当中 我自己会看到一件事 这个就是我们整个人类 整个人类大家庭 不是说某一个大洲 他们是很关注的 就是全个人类 都是在关注的 我觉得在这里 可能大家都要慢慢 去取得一个平衡 就是知道你很关注的 或者你很想得到答案的 都关注一下 其实周围 在另外一些大洲的 兄弟姊妹 他们的需要可能不同 可能还会是比较重要的 有时我们也会听到 一两次 譬如有战争的国家 无论是非洲 或者就算是乌克兰 或者是中东 其实你都会听到 很多兄弟姊妹 他们会分享 他们在战争当中 他们自己的 他们自己的国家 他们自己的民族 那份的痛苦 那里其实都是 一些人类的呼声 一些纳盘 其实我们要成为一个 一个教会 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有基督的信仰 一个信仰 我们是需要 一起去回应 这些人类的纳盘 我想我们大家在经历的 很多时候都留在自己 一个所谓的安全地带 又或者是因为 某些负面的经验 令到大家都停滞不前 我觉得如果是这样说的时候 我们不要坐在那里等了 我们真的要走出去 而借着这份 真是天主圣神 给我们每个人的力量 我们真的要走出去 去接触我们社会上 可以说是 边缘的人 有需要的人 又或者是在寻找的人 因为永远来说 我都觉得 喜讯或者是天主的那份爱 是真的需要有工具 那我们就是那些工具 去带给他们 我们在大会当中 其实很多时候都会提到 今时今日的福全 可能有另一个新大陆 那个就是所谓的 资讯 我们所说的 Digital 那里已经变成了 一个新的大陆 我想那里 其实都是一个挑战 我们都要去面对这一件事 而也很重要的 就是可以大家 重新去研点 我们心里面那份的爱火 真是把天主那份 去带给别人 又或者在香港的社会里面 可能还有很多人 是会觉得比较沮丧的 因为这几年的经历 我想我们要给此鼓励 真的要建造一些家庭的气氛 又或者在教区里面 我们不要只是看自己 做开的事 真的打开 和其他人合作 那造成一种 你叫做Synergy 就是那个相同的效应 那么我觉得那份力 会更加大 更加可以见证到 第一件事 就是他一生当中 其实你在圣经 不会见到他 他好像中途那样 四周去传道 其实他是临在的 因为在圣经里面 耶稣去到哪里 你都会见到他的影子 其实他是陪伴着耶稣的 但是他从来 都不会走到耶稣的前面 他是在耶稣的背后去支持他 但是没有了他那份力量 其实你都会见到 就是之后耶稣 就是钉十字架 或者他的中途很失落的时候 他们真的需要一份的鼓励 一份的支持 而玛利亚真的在中途 或者是教会 好像他是一个很坚固的基石 我觉得我们做一个教友 要好像玛利亚那样 他一生当中 其实他是保护 他看守 他照顾 他是一个母亲 他照顾了耶稣的生活 我觉得在教会里面 其实我们的评讯 和我们可以做到很多这些 不是好像别人想 那么被动的 而是很主动的 因为在那里 其实是可以见证到 教会 即是玛利亚和耶稣的那份的关系 那份是一份 可以说 一份最完美的 是一个家庭的关系 我觉得那里 你一想起它 你就会觉得很温暖 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 或者教区里面 所有的团体 都可以像它那样 一起去生活的时候 那你会见到 我们可以见证到 一个和谐的教会 我们当中的关系 是真的兄弟姐妹 我们真的一家人 我觉得那是福全 是最有效的见证 是最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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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最有效的